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环绕的飞船与着陆的气的分离的时候 我们要接测它的分离过程 所以澳门这次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说 研制这个仪器来揭示这个分离过程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现在正在研制中间 那么这个科学卫星将在明年年底发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